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2018年上映的喜剧惊悚电影《屠宰场规则》 这是一部大杂会电影,融合了校园、爱情、环保、友情等多方面的要素 同时啊,里面还有众多荧幕大咖加盟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所屠宰场贵族学校 他环境优美、历史悠久 培育出了一大批卓越人才 甚至还有国家重要领导人 因此许多父母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所学校 从此当一名顶级屠夫 而我们的男主华莱士同样也不例外 母亲昨天去见了校长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入学的名额 但他非常抗拒这所学校 因为他认为里面的学生都是一群有钱的自打狂 可当看到宣传手册上那名漂亮的女孩后 华莱士一见清新决定去上学 母亲高兴极了 还与躺在骨灰河里的丈夫来了一张全家福 开学当天 新生们在家长的带领下 陆陆续续进入皇宫办的校园 他们朝气蓬勃 青春靓丽 脸上洋溢着自信 在豪斯曼老师的带领下 华莱士见到了新室友威洛比 但对方的第一句问候就是 欢迎来到地狱 在集合时 华莱士见到了宣传手册上的那名女孩 于是鼓起勇气 上前搭讪 正当他返回自己的院系时 却被负责安全的士官生马修拦住 华莱士这时才知道 这所学校等级制度极其森严 是不允许新生和老生说话的 甚至连看都不能看 随后校长发表了讯话 向新生传达了两点重要指示 第一 绝对服从上级 第二 禁止进入树林和在湖里洗澡 这时一群环保人士冲了进来 要求校长公开学院中的森林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且向在场学生发放末日传单 校长被怼得无话可说 马修站了出来 将嘴方拉了出去 等他再进来时 手上充满了鲜血 面对着暴力和强权 学生们都选择了沉默 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华莱士发现 这所学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首先 学校旁边的森林中 有大批工作人员 似乎在采集什么东西 其次 老生们欺负新生 新生则欺负更弱小的 华莱士这才意识到 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凶险之地 第二天上课时 他坐在窗边 偶然看到了那位女孩 并向他打了一个招呼 从维洛比的口中得知 女孩是六年级老生 名字叫克莱尔 是全校的女神 没想到 刚刚那个招呼 为他招来了祸端 老生们将球砸到了他的脸上 让他离克莱尔远一点 不仅如此 马修还准备罚他们 晨跑一周 作为卸毒女神的惩罚 第二天 一群人在喂吃早饭的情况下 连续奔跑了数公里 怀莱士和威洛比选择了超近路 打算从树林中运回学校 然而走着走着 就看到了一个 卯黑烟的建筑 而旁边 还有一个神秘的大坑 里面不断传出恶臭 还没得弄清楚怎么回事 周围突然想起了警报 两人只得夺命狂奔 没多久 在树林中遇见了一群 露营的环保人士 领头的大胡子告诉两人 那个大坑 其实是通往地狱的通道 里面藏着某种可怕的怪物 华莱士误以为他在开玩笑 便没有当回事 可是到了晚上 他就做了一个噩梦 看到了一只奇怪的眼睛 他被吓坏了 于是打给了母亲 说这个学校太诡异了 想马上转学 这时 克莱尔出现在外面 他二话不说 挂到了电话 随后 几人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拿着香烟 猛的吸了几口 好景不长 马修正在附近演练 无意间 撞见几人正在吸烟 这是学校 明令禁止的行为 便打算好好惩罚他们一下 华莱士和威洛比 赶紧逃跑 却不幸被马修一伙 堵在了湖边 只见对方 将一个雷管扔在了两人脚下 即将爆炸的那一刻 换来是将其踢进了湖里 没想到 威力还挺大 直接掀翻了所有人 原来 湖里充满了沼气 所以学校才禁止学生们下去游泳 校长办公室内 为了惩罚两人 安排周末留下来 打扫学校卫生 换来是有些郁闷 但好歹还有克莱尔陪着自己 但转眼间 却看到心目中的女神 和别的男生搂搂抱抱 这让他无比伤心 到了夜晚 学校旁边的大坑 似乎出现了异城 屏幕上 显示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活动 紧接着 地面坍塌 出现了大地震 导致学校全部停电 更诡异的是 大坑里面出现了某种神秘怪物 对着工作人员 和附近露营的环保人士 就是一顿乱啃 为了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华莱士和威洛比决定去探险 然而 中途又遇见了克莱尔和他的同学 华莱士不计前嫌 两伙人决定一起前去 然而到了现场 周围一片狼藉 地上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怪物 就在克莱尔俯身查看时 怪物瞬间攻击了他 女神再也顾不上矜持 脱掉衣服 就是一阵疯狂输出 怪物被砸得奄奄一息 随后 一行人将怪物尸体打到了学校 并拿给了校长看 克莱尔经意报警 但校长万般推脱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在不停的追问下 几人才得知了事情真相 原来 在学校地下藏着丰富的夜炎气 贪心的校长联合燃气公司开采 并规定森林是禁区 任何人不得擅闯 只是没想到 里面居然藏着某种未知怪物 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就在此时 一只非常大的怪物冲了进来 并咬死了女老师 他们被吓得跑了出来 并要求校长开车 带着剩下的学生 赶快去警局寻求帮助 然而 车子还未启动 怪兽就已杀到 校长不幸殉职 最终克莱尔凭借着精湛车技 成功将怪物撞死 但从远处传来的恐怖叫声 几人才意识到 怪兽不止一只 而是一群 此时 他们本应该驱车逃离 但克莱尔坚持要回去救一个男生 那个人是他的哥哥 怀来是这才得知 当天和克莱尔搂搂搂的 居然是大酒哥 于是二话不说 决定回去救人 几人回到学校 趁着怪兽们袭击其他的同学时 怀来是救出了大酒哥 以及豪斯曼老师 随后 一行人来到了学校的军火库 打造了怪兽硬刚 可他们低估了怪兽的实力 豪斯曼老师为了救他们 不幸牺牲 兴致的几人立即逃了出来 他们返回了学校 并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下通道 走着走着 他们发现 这里似乎是怪兽的巢穴 之前因为地震 被震开了入口 威洛比偶然想起 这里充满着大量液烟气 于是往里面扔了一个打火机 一瞬间通道燃起蓝色火焰 紧接着钻井平台 怪兽巢穴 屠宰场学校 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也圆了许多孩子 炸学校的愿望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